神是开心的神 在圣经里面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讲到三个仆缘 主人给他五千 二千一千银挤 你们有没有读过 你们每天都读圣经 是不是 然后这个五千的占了多少 占了五千 然后主人说什么 你是又 什么 你是又良善 又什么 忠心的仆人 可以进来 什么样 进来 享受你主人的什么 快乐 好了 另外有一个 两千的 占了多少 两千 主人说什么 你是又良善 这个仆缘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然后 这个一千的 他这样 一千放在哪里了 埋藏在地里面 这个就是又恶又懒的仆缘了 你要不要做这个又恶又懒的仆缘了 不要 不要 不要啊 因为做这个又恶又懒的仆缘的话 就会进入 进到外面 黑暗里 在那里 哀哭 窃血了 但 起初两个仆缘进去哪里 啊 主人的 快乐 可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信耶稣是快乐的 你知道这三天 我来到这里 他们很多人经历喜乐 因为神是开心的神 我希望你们都明白神是开心的神 其实神很容易开心的 神很容易开心的 在圣经里面说什么呢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都要为他什么呢 唤喜啊 所以你说神啊 我有罪 天上都为你唤喜啊 神是很喜欢我们悔改的 然后你亲近神 神就怎么样啊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 亲近你们 而且 耶稣说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 什么啊 藏在他里面 这样就 多结果子 就是说 你常常在耶稣里面 你感谢神 神就在 你的心里面 祂就在里面 发动 祂的工作 做很大的事情 你就会结出果子 你整个生命就会 提升了 就会很开心了 这个是神 同在带来的 的开心 而且圣经说 你将一杯凉水 给一个小子 就 不能 什么 不能 不得 赏赐 就是说 你做最好 最小的事情 祝福人 就不得 不能 不得 赏赐 所以你如果 对你的同学更好 令他更开心 令你的老师更开心 神就说 你是要良善 要众心的 福人 你就不能 不得赏赐 神就 喜悦你的 所以 讨神的喜悦 是不难的 你做什么 正宗神的 神都很喜悦 而且神 所有东西 都有的 在 诗篇 二十四篇 一节 地和其中 所充满的 世界 和住在其间的 都属 越和越 你看我读一句 好不好 地和其中 所充满的 一起读 地和其中 所充满的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 都属越和越 都属越和越 这是所有世界上的事情 所有地上 所有的事情 所有住在地上的人 都属神的 都是属于神的 所以神有能力 叫你成为伟大的人 你想不想 成为一个伟大人 开心的人 想不想 我希望你们都想 你们都说 我可以成为伟大的人 因为耶稣说什么 那在你里面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 更 什么 更大 你有圣灵在里面 是更大的 所以你可以 感谢神 可以 开开心心的 可以进入 主人的快乐 可以享受神 可以享受生命 开心的享受生命 可以每天 开开心心的 晚安 读书 都开心的 圣经里面 西方亚书 三章十七节 说什么了 他因你欢心喜乐 你跟我说 他因你欢心喜乐 默然爱你 默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神见到你会因为你而喜乐而欢呼 他会很开心的 神见到你会很开心的 当你亲近神 你信靠神 耶稣我需要你 神就很开心的 我希望你明白 神创造的都是美好的 我想问你 你喜欢吃神创造的食物吗 你喜欢神创造的食物吗 喜欢 神创造的是不是都美好啊 食物是不是美好啊 创造的花草树木是不是美丽啊 虽然在你们周围太多房屋了 可能见不到花草树木 有没有见到花草树木啊 都是美丽的 但可能你们周围很多房屋啊 是不是 没有 有没有在外面看到花草树木啊 蝴蝶啊 有没有看到蝴蝶啊 是不是美丽啊 神创造的都是美丽的 你们家中有没有狗啊 有狗 狗死了 这个 吹油哦 没吹油哦 吹另一边 吹另一边 这个是这个 吹另一边就可以了 稳定的吹另一边 好的 花光光 花光光 你帮我 你帮我 吹哪一边 吹哪一边 花开 这个是针对的 好的好的 我们继续 你们 有没有人曾经养狗 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谁有 谁有 你有 还有没有谁 然后出去 那个咬狗 然后那只狗咬到别人 这狗咬到别人 后来死了啊 活了死了 他的名字叫做起起 哦 但本来他活着的时候 你喜欢他吗 喜欢 舔我 舔我 舔你啊 拉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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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什么 拉撞 拉撞 对 撞撞 好的 那他见到你的时候是不是开心啊 我觉得他的时候特别开心 因为他其实有时候都懂 是的 可是他一定都讲到可乐 好的 那狗见到你有没有开心啊 有没有 好 好 有开心 我告诉你 神创造的动物 最奇妙是狗 这些狗会喜欢人 因为神创造狗 是喜欢人的 是不是 喜欢 你跟他玩啊 跟他一起啊 摸他 他都很喜欢的 这个这是狗的特色 这是神创造的动物 在天堂将来新天新地 你们都会看到 动物很开心见到你的 将来你会见到动物都很开心 我们看到狗是怎么样啊 他见到人是很兴奋的 是不是 很兴奋的 我告诉你 神见到你也很兴奋 但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 我告诉你 我们几个人祷告 我们都很开心的 我们每一天都很开心的 因为我知道 我亲近神 神就很喜乐 所以我们这一期的时候 我会为他们祷告 有些人就 他们的伤心就走出来 他们就哭了 他们就哭了 包括他的妈妈 他的妈妈就被神安慰 你的妈妈也被感动 其实神的同在是非常美好 所以我希望你明白 世界所有都属于神 你爱神的话 你享受神 每天说 我亲近神 神就喜乐而欢呼 跟我说一次 神因我喜乐而欢呼 祂喜乐到一个程度 祂会欢呼的 祂很开心的 神是开心的 神但有些时候 在世界上 有些东西令你不开心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上次我见你们的时候 好像比现在开心很多 那一期有什么分别了 我不知道 他一直见的时候 他们在学校里 现在没有 现在没读书 没去学校 一天到晚就在学校里 他们回来了 我希望你们知道 虽然在家里 你们也可以享受神的 感谢天父 我说感谢天父 马上就打雷了 我刚才 我刚才感谢神 他马上就感受 很大的能力来到 他非常敏感圣灵 我说感谢神 哈利雷 他就感受能力 我们可以每天都这样的 开心快乐的 神是开心的神的 虽然你们在这里 不能去学校 整天在这里 但你可以整天说 神爱我 神爱我 神陪伴我 神与我同在 你越这样的话 你就越平安 你告诉我 之前我为你祷告 你说见到耶稣 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吗 对 耶穆斯还被他 最棒的回应 你说他能看见遗像 遗像 他现在分享圣经 比以前活得多 好 很多 对 你有见过耶稣多少次 有没有真的见到耶稣 他说什么 一次 还是几次 一次 是一次是不是 耶稣圣灵显现 是不是很特别 其实你回应神 神啊 你这么美好 我感谢你啊 我告诉你 我常常都很喜欢神的 神将我的生命提升 你现在是小孩子 我告诉你 你听神的话 你将来 你的生命会越来越开心的 在神的里面 可以有永远的福乐 在神里面 有永远的福乐 很大的恩典 神会提升你的生命 神会大大的祝福你的生命 哈利路亚 你们听过他的神迹吗 你们有没有听过 你会不会说 你会不会说 这是你的两个儿子 还有这个 三个 四个 我们是 还是妈妈 好的 好的 你们的妈妈的医据 你们三个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妈妈有病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都忘记了 因为她们小的时候 你要不要告诉他们 你要不要告诉他们 可以啊 可以啊 那你听一听 你过来过来 你过来过来 过来这里 过来 你从来问吧 好的 就是 就是 就是我在信主的第二年 就是2015年 10月放我信主 2016年 我就 这个乳房子里 就有一块很大 一块好像石头一样 又很痛 当时我就是在 江浩阳江景达 江道上还没有师生 江浩阳江景达就在 主内的药园读书 然后我就去送后 在当时就很痛 又很硬 一大块 很硬很痛 然后我就去送后 就骑着电动车 当三轮车 我就在路上 三轮车 路上很吵 我就赞美神 一痛我就赞美神 我说主要赞美你 我赞美你 我为了这个痛 赞美你 为了这个硬 这个快硬 乳房子的硬 我赞美你 然后我天天赞美 一赞美我就哭 一赞美就哭 赞美了几天 赞美没多久 就几天 我也记不清几天了 然后一天晚上 我就睡觉 睡觉 其实你发觉这个病 到这个发生的时候 这个裂开的时候 有多长的时间呢 裂开到现在吗 发现裂开到现在吗 不是 你发觉有病 有病到裂开的时候 有多长的时间呢 没多长时间 就十天之内 十天之内 对 十天之内 你们继续听啊 对 然后我就天天赞美神 我就一边哭 一边赞美 一边开车 一边送货 一痛我就赞美 一痛我就赞美 有个晚上我就睡觉 睡觉的话 我就感觉好痛好痛 好像要我命一样 我就感觉好痛 然后我就赶快抓 救我啊 赞美你 赞美你 然后第二天 我要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的话 就发现有一条横 就像那个刀一样 一条 然后所有东西流出来 就像那个白白 像那个白色的 像有一些水 有一些白色的 就爽不流出来 裂开多长啊 没多长 很短的 很短 对 就这么一点点 好像 然后就爽不流出来 流出来之后 我也没有在意 不是我没有在意 我没有去看医生 然后第二天 第三天之后 继续流 我知道神为我动工了 然后我就感谢神 荣耀归给神 我也没去看医生 然后第二天 第三天一直流 然后我就去医生 医生就帮我包一下 包一下两三天 然后就爽不好了 我就把它拔掉 爽不好了 然后过没多久 我要去东广医院 一开始 在张牧桃医院检查的时候 就是痛 没有痛之前 痛的时候 我就去检查过 他说有乳腺癌的 我是没有管 我也不管 我说 因为我知道我姓子老 我知道神会医治我 后来痛了之后 好了之后 我去东广医院 东广市圆免医院检查 然后呢 就说没有事了 什么事都没有 到现在也没有痛 然后到现在就像 缝针样一个形状 现在还在 一个形状 这个 这个癌症就没有了 对 就没有了 硬快 硬快也没有了 痛也没有了 这个就是神的神迹 我希望你看到 神是真实的 我再解释一下 他经历的 就是他在乳房 有一个硬快 这个就是乳癌 乳癌 如果不处理的话 就可以 死掉的 很严重的 会与我老婆 就会 就会死掉的 就很严重的 但是神 为他动手术 将他切开 然后露出这些 不好的东西 然后这个硬快 就失去了 就没有了 然后过几天就好了 就复原了 是不是很奇妙啊 我告诉你 我为很多人祷告 他们都很奇妙的经历 义气 这个是其中一个 给我们走了 OK 我就告诉你 你信耶稣 我们走了吗 OK 我就告诉你 你爱神 你听神的话 你的生命会有神迹 我的生命很多神迹 我告诉你 我的家庭是赌博的 我的父母离婚 常常赌博 我在中学的时候 有些是要做工 赚了钱买了衣服 然后后来发觉 这个衣服没有了 是我的爸爸拿去 卖了 去赌博啊 我是在这个家庭中长大的 父母离婚之后 后母就骂我 我就 因为以前没有这样的骂的 骂我的 然后他来了之后 就骂我们 然后我就做梦 做噩梦 要梦游 在梦中 走来走去 这是我当时的 严重的情况 当我信了耶稣 我就尽力很大的 平安喜乐 然后我就 跟从耶稣 愿意 适风选我 告诉很多人 关于耶稣 后来有什么发生呢 神就为我开路 有一个人对我说 我帮助你去外国读书 所以我 去了外国 读了一个 圣经大学的 一个学习 学会 另外神学院 两个硕士学会的 学会 学很多东西 神给我的 但不是我 不是我家庭帮助我的 也不是我自己 赚的钱做的 是神为我预备 自动为我预备的 你听神的话 你爱神 你将来 你的生命更好 好不好啊 你一起说 你跟我说 主耶稣啊 你跟我说 对 对 往这天上说 耶稣啊 耶稣啊 我愿意跟从你 我愿意跟从你 听从你 听从你 我愿意爱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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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福 我可以一生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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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快乐的人 我可以做蒙福的人 我可以做蒙福的人 神要大大祝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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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大大祝福 祷告奉主耶稣 基督圣名 阿们 阿们 好了 希望你们听神的话 好不好啊 好 爱神神就祝福你 你整个生命就蒙福 你整个生命就不再一样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